哈喽大家好我是老郭 穿新衣服了啊 直播间里好多朋友会说我变黑了 而且我这儿巴景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黑了 我之前的那一件防晒衣穿了两年多了 洗了N多次都不防晒了 又新买了一件防晒衣 要不然我这个小鲜肉变成腊肉了都 好了我们现在帽子一拿衣服一换 出发去穷库石台 又把二白放这儿了是吧 好嘞 我们这就到穷库石台村了 这在修景区大门吗 像很像 应该是在修景区大门 我正在说把这个小木屋对吧 可以变成这个村子的一个标志 纯木屋放在这个小山包上面 结果人家是景区大门 以后它就是标志了 不过现在它不属于景区 就是一个原始的村子了 不收费完全免费穷库石台 路比较窄这一路路都比较窄 汇车的话还是要小心一点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穷库石台村了 只不过车子到了这儿 就不能继续往前走 如果要去村里的话 只能是徒步前进了 我们现在去穷库石台村里面转一圈 老郭又要骑马了 老郭最想骑着马在这一片里面转 太帅了 骑着马在林子里面转也是一种很爽的体验 所以我是比较喜欢骑马的 结果小哥胆子太小了 他不敢就只能我骑了 走到河边去看一下 不敢进水啊哥们 朋友们以后别叫我过百万了 我以后就是放洋人 我就是一个放洋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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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你漂亮 走你漂亮 走刮不上当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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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一首和我无常 这一首歌 总是梦中来见 守着每一片金光 偶像是我的理想 那生命把你满下 总是梦中来见 守着每一片金光 刚才我废无人机回来 一个当地的朋友问我 你们觉得这咋样 我说你是哪儿的 他说我是伊犁的 我说啊 说实话 一般 然后那人乱 那让你打分打几分 我说 哎呀 如果你从恰西过来 这顶多几个 然后那个人哈哈一笑 对我也这么觉得 我是伊犁当地的 但是我也是这么觉得的 目前这个村子里面 给我整体的感觉 就是这一路过来 不自由 然后有一片花海 哎 栅栏围着呢 你也没办法过去拍 然后 到了穷古时代 这个村子里面 是很原始 很多房子就是纯木头做的 摸一点泥瓦的那种 但都是民宿 都是民宿 可能那啥 可能是咱们对穷古时代的 期望值太高了 对对对对对 因为我在视频上看到 哇塞 就是感觉 真的是期望值太高了 还有一点就是 人家又不是景区 又不收你门票 对吧 可以了我跟你说 要啥自行车 哈哈哈 所以咱们全宫时代之行 就结束 对 好嘞 走回 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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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六点多了 怎么还那么晒啊 哎呦 搞得你第一次来新疆呀 哈哈哈 哈哈哈哈 早上呐 离天黑还早的狠呐 从穷库食台回来 时间尚早 睡了一觉醒来 现在开始准备晚饭 我们两个人 吃个火锅吧 也没什么气氛 所以呢 吃会菜 善息大会菜 哎呀 你这个傻塞到这个裤子里 还是很有感觉啊 呃非哭嘛 咱非要开花的 忽略 请忽略好吗 我不是忽略 这么粗的药 没有办法忽略 哈哈哈哈 可以可以 帮忙干活了 哎不干活吃人饭 不就心里难了 地气不足 哎呀 我生怕你一刀下去 哎呦 饭都不了脸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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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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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把火锅料给炒化 太晒了 这还是咱们的重庆买的火锅料 四弟 重庆认了火锅料 只叫人炸 只要在车里面 二白就炸了 嗯 哎呀我的妈呀 这个辣的我怀疑人生这个这个料 冰箱里的冻货肉丸鱼豆腐千叶豆腐 一次放了啊 全放全放就剩这么了一点了 这盆是我的最爱是吧 腐竹 面筋 嗯 你扶着点锅 我老害怕你这么一一脚这一锅光 感觉要放不下了 坐的时候感觉好像没有多少素材啊 这稍微一弄一大锅 我感觉咱俩明天早饭又有着落了 哎呀 哎呀这一群牛从旁边经过 我突然想起来我们的大会在里面缺点啥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开饭喽 哇 看着就想那样 来点麻油 来点芝麻浆 哎呀 我跟里面干净 有很多东西 我去的味道 是不是很好吃 可以可以可以 那粥饭虽然不好看 那都好吃 我跟你说 也好看 也好看 有点辣 这红薯料确实浪子放那么一点点 是啊 虽然说 虽然说咱们的烩菜很完美 但是你不觉得缺点少吗 我们的主食呢 你拿 我忘了 没有米饭 我们的主食就是 馕 烩菜就馕 越吃越香 是吧 啥就馕都越吃越香 昨天在县城没有找到宠物店 也没有给我们国志买到狗粮 这是今天给他准备的下午饭 丰盛不丰盛 我都想做一只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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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